但是關於福茂的部分呢 其實現在經濟部長張家柱呢 也親自站上火線 希望能前進到校園來好好的宣傳 那麼像是呢 在昨晚第一站就來到了清華大學 也是陳薇廷和魏陽的母校 那麼結果呢 這個青大學生會就號召學生在演講前嗆殺 佔領正院的魏陽也現身抗議 福茂列車都是假 福茂列車都是假 正令宣導賣來篇 正令宣導賣來篇 宣傳福茂前進清大 經濟部長張家柱親自出征 不過迎接的沒有鮮花和掌聲 而是抗議部條 因為有同學好像認為我是來這邊做正令宣導 或者來洗腦 其實都不是 清大禮堂坐得滿滿滿 近千名學生到場聆聽 原來有人通過臉書 號召反福茂學生站出來 供錶不滿 在領政院的魏陽也現身抗議 明明就程序那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他就先要過來試移 可是我們要求是說 這時候不是你過來試移 不是你過來消毒的時候 而是你先認真把精力 擺在回憶立場的學生 回憶立法院周圍的學生上面 這才是正的 張家柱拿著筆記 搭配背後精美的投影片 仔細講解福茂疑慮 提問時間一到 學生犀利提問 如果部長你要看到馬總統 可以叫一下馬總統 待會應和學生的訴求 我要拜託一下 部長親自上陣宣傳福茂 清大之行 沒有想得這麼輕鬆 記得和睦謙蔡清芳新竹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